日前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政协常委会议的时候谈反腐 期间被问及在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后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 王岐山幽默笑答以后你就慢慢懂 不过中国大陆的媒体有关这一消息的报道很快就遭到删除 那么究竟有没有更大的老虎呢 从薄熙来倒台一路到周永康落马 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是越来越看得懂了 新华网法治日报的媒体都在27号报道 王岐山在25号的政协常委第七次会议上脱稿演讲近70分钟 之后又回答了8名常委的现场提问 当被问到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时 王岐山笑而不答 在被问到是不是你懂得时 他笑着说以后你就慢慢懂 还有常委问是否不追究十八大以前的贪污行为 王岐山则回答不行 必须一视同仁 一定要彻查 这一报道引发中国网民的跟贴热议 但报道很快在中国媒体上被删除 凤凰网上还出现了一篇相反的报道 引用参加会议的政协常委 复旦大学教授葛建雄的话说 王岐山没有说过更大老虎 以后你就慢慢懂这句话 但是从薄熙来一路到周永康 大陆民众已经越来越看得懂了 上海媒体人陈明慧指出 王岐山讲的话 跟周永康落马当天习近平说的那句 周永康落马不是反腐句号 是要相呼应 陈明慧分析 很显然是主管文宣系统的刘云山实力 删除的这些消息 说明洗礼政权和江派的斗争 已经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了 旅澳元大陆史学教授李元华分析 洗礼作为中共最高集权者 他们说的话被删或篡改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中共在做某种举动的时候 它要故意放一些言论 那么它要看一看外界对这个反应 它马上它要删除了 但是最有可能的话还是刘云山 刘云山一直在宣战口 并没有服从习近平的指挥 一直在跟习近平撤走 或者说跟他唱对台戏 海外阿波罗网8月初 引述日本的NHK电视台 政治部记者的推特说 下一个将要被消权的是中宣部 及把持中宣部的刘云山 网络上近日也有关于刘云山 将要失去权力的一些传闻 不过近期刘云山把持的宣传部门 仍然时不时呈现不听话的状态 例如导致香港爆发特大抗议的 一国两制白皮书就被指是江派常委 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 和刘云山双方合作的结果 8月初大陆媒体刊登习近平 个人生死毁育无所谓的反腐言论 也遭全面删除 像刘云山他一直把持着宣传口 在和习近平作对 那应该说他是现在江派 在七常委里边最卖力的一个代言人 他也是一个大贪官 所以呢他对习近平的反腐呢 一直是持反对态度 或者抵制 或者一直在掣肘 那么习近平呢 要想中共积选政权里边 确立自己的绝对的地位 他一定要打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人 李元华表示 先任常委里面刘云山和前常委曾庆红 以及江泽民 最有可能是习近政权以反腐名义 步步紧逼要拿下的大老虎 香港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资深评论员林宝华文章说 中共红二代基本达成共识 会支持牺牲江泽民来成全习近平 接着牺牲江泽民来成全习近平